高乙祥因新元性猝死不幸离世后,关于他得到急救的真正时间,一直存疑。据悉,新元性猝死有个最佳抢救时间是4分钟,心脏骤停超过4-6分钟,脑组织会受到不可逆的损害。心脏骤停超过10分钟,将导致脑死亡。 不少网友都觉得节目组及时抢救,人完全救得回。此前,目击者匿名接受记者采访说的是,高乙祥出现异常状况后,过了5-6分钟救护人员才跟着黄瑾瑜后面过去。这个说法过了黄金时间,浙江卫视发布的道歉声明中,官方给出的抢救时间是高乙祥倒地后1分46秒。 还在黄金时间段内,与目击者有出入。官方称高乙祥倒地时间是1.30分52秒。也就是说,官方自称高乙祥在1.32分38秒就得到了急救。 由于官方说法与大批目击者不一致。浙江卫视最近的道歉声明一直不能服众。而现在,12月7日晚,高乙祥猝死当晚最早爆料人CJ再次发声了。 他公布了一组关于现场照片拍摄时间的数据。帮助网友还原现场。让浙江卫视受到的质疑声更大了。 这组拍摄照片时间虽然看不到最早抢救高乙祥的时间。不过当晚拍摄现场照的时间。 却证实了高乙祥倒地后至少16分钟。他都没有用上专业设备自动除战器。当晚一组现场图中。最早拍摄时间是1.47分02秒。最晚一张1.51分26秒。目前值得注意的点是。到1.49分15秒。现场图中才出现救护车。此外。出现救护车的这张图中。 围着高乙祥的人。除了急救人员。还有工作人员和义人。而征捷就在这。大批工作人员。急救人员和义人围着高乙祥时。离官方公布的倒地时间1.30分52秒。已经过去了18分钟23秒。这时间虽不能推出官方最早抢救时间。 却侧面印证现场急救人员不够专业。或者说当时急救设备。节目组急救预案不齐全。有网友称。如果当时就有专业急救人士在场。 不可能不清空现场使用专业设备自动除战器。网上可查资料显示。自动除战器的使用条件。必须是在场所有无关人员都离开。 这样才能确保测试准确于使用安全。除战后设备不需要关闭。每两分钟它会分析心率。可以一直开到120急救人员到场。自动除战器是新原性猝死最佳治疗方法。所有胸外按压都是为救助者赢得拿这个仪器的时间。并发5分钟内能使用自动除战器。则存活率可以增加到75%。 也就是说。正常的情况下。到第18分钟时。现场不应该是乱成一团的状态。而应该为患者腾空间。让他一直用除战器。直到被送上救护车。而众人围着高以祥的照片。时间显示是1.49分15秒。离高以祥倒地过去了18分钟。还只有跪地按压的急救人员。 如果真如浙江卫视所言。高以祥倒地后1分46秒就得到了宁波急救中心医护人员专业抢救。那么唯一能证实他们言论的证据。可能是除战器使用记录。 此外。还有一点。不足以佐证真实抢救时间。不过也能侧面反映一些问题。那就是拍摄现场图的人。在11月27日爆料时说的话。 他说自己所拍照片。是心肺复苏之前拍的。心肺复苏后就不让拍摄了。这句话主观判断过重偏差很大。拿来做证据可能是不够的。不过。对于网友还原现场来说。 仍存在参考价值。所以目前。浙江卫视最好的办法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道歉性。而是趁早放出关键性证据。开发不会直面问题。才是最能服众的解决办法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